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4月29日 飞豹G2利挫华南虎搬回议程 周四晚上CBA总决赛迎来第二战 辽宁飞豹再战广东华南虎 比赛一开始两队便陷入到了拉锯战 场上多次出现评分 但首节最后三分多钟的时间里 辽宁飞豹的进攻出现了问题 被广东华南虎一波攻势拉开分叉 次节辽宁飞豹开始发起反扑并一度实现了反超 但节末他们再次陷入得分荒 半场结束时广东华南虎依旧领先6分 下半场广东华南虎的命中率继续下降 第三节单节只拿到了16分 辽宁飞豹捉住机会实现了反超 进入末节双方始终保持胶着 关键时刻赵继伟投进追平3分 赵锐的错失空位最后一击 比赛进入加时 加时赛辽宁飞豹 莫有再给广东华南虎任何机会 前者牢牢掌控主动并且一度拉开8分差距 虽然最后时刻连续失误但依旧有惊无险地拿下比赛 最终辽宁飞豹经过加时以102比98立刻广东华南虎 将大比分追至1比1 双方将会在周六晚上进行最终决战 首节开始 赵锐的外线手感十分火热 连续在外线命中两季远头 而K福格则是利用罚球为辽宁飞豹打破僵局 郭艾伦也射近3分 两队从开场便陷入到了拉锯战 场上多次出现平分 暂停调整过后 刘志轩因为在防守中洞做过大被吹尾体 不过随后就远头得手挽回颜面 在郭艾伦两罚权重后辽宁飞豹 本节最后三分半中仅拿到2分 广东华南虎趁势在威姆斯的带领下 打出一波攻势拉开分叉 首节结束 广东华南虎32比23领先辽宁飞豹 次节开局 K福格反击到罚球线投进中距离 徐杰则在底角射近追身3分 这球也帮助广东华南虎将分叉拉开到了两位数 不过在此之后 广东华南虎的进攻也开始出现问题 四分多钟的时间里 被辽宁飞豹打出一波13比2的小高潮 直接实现了反超 紧要关头胡明轩和威姆斯 相继命中远头终于止血 暂停调整过后辽宁飞豹末有再得分 张震林罚球也是两罚全失 广东华南虎在最后两分钟里连拿了6分 再次取得领先 半场战霸 广东华南虎49比43领先辽宁飞豹 一边再战 张震林表现不错个人 连续命中投篮拿到5分 K 福格也偷拨反击轻松射进 辽宁飞豹以一波9比0再次实现反超 此节进行了两分半钟 广东华南虎才终于由周鹏投进飘移中距离打破僵局 不过在这之后 郭艾伦也是里突外头连续得分 调整过后 广东华南虎的状态终于有所回暖 分差也被迫进到了仅剩2分 不过他们并莫能捉住机会实现反超 张震林和郭艾伦继续得分帮助辽宁飞豹 稳住局势 胡明轩射进压绍两分 前三节结束 辽宁飞豹69比65领先广东华南虎 末节 两队的进攻打得都比较艰难 前两分钟的时间里都未能射进运动站入球 赵锐底角终于命中空位远头 威姆斯底线投进中距离后广东华南虎 将比分追至75比75平 暂停调整过后辽宁飞豹 再次出现失误 曾反日篮下射进反超两分 张震林接球命中跳投 场上再次进入到了胶着的局面 比赛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关键时刻赵继伟投进追平三分 赵锐的空位绝杀球未能射进 双方打成88比88进入加实赛 加实赛当中 广东华南虎先进攻 任俊飞迎助赵继伟补篮将球射进 但张震林立刻就用一记三分给出回应 韩德军进攻得手并造成对手犯规 不过他的罚球再次偏出 郭艾伦突破后强行后仰抛投得手 随后又赢住威姆斯的防守投进两分 威姆斯送出精彩入尊 整个加实赛广东华南虎都被辽宁飞豹 压制住 虽然辽宁飞豹最后时刻连续出现 四次失误 但依然有惊无险地拿下了比赛 最终 辽宁飞豹经过加实以102比98立刻广东华南虎 感谢你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谢谢给我们一个赞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